今天當然是通過了今年度的總預算案 但是外界非常關注的就是六千元現金的特別條例 恐怕這個現金要拿到的時間 得要再往後延一些了 因為在這個會期當中 朝野沒有辦法取得共識 也就是最快民眾可能要等到四月 才可以領到這個現金 好 大家來看 其實就是因為沒有辦法取得共識 所以現在必須送交協商 不過現在院會現在要進入一個月的冷凍期 也就是最快的時間 要在二月十七號才有辦法來表決 當然還是要經過所有的步驟 包含這個預算的備詢審查表決等等 所有的流程全部結束之後 預估就要四月份的時候 才有可能會來定案 好 對此國民黨立委賴石寶今天就說話了 他說是柯建民在立院拖延這個特別條例 是為了要讓蘇建商有藉口留任 上演這個欲趣還流爛戲 不過柯建民同時也反擊 他說這個國民黨根本就是被選勝 而衝昏頭立院 並不是國民黨講得算 不過外界就非常好奇了 我們這個紅包 有沒有可能是在清明節 拿到變成清明紅包呢 今天他也特別說了 不會剛好落在清明節 預估的時間是在四月中的時候 好 今天游錫坤也說了 不會拖到很久 但是希望拿到之後越快越好 但最快的時程也有可能是落在四月 眼看這形純紅包確定落空 甚至可能要等到四月 才能讓全民拿到六千元的現金 立法院國民黨團猛烈開炮 雖然柯建民還元時序 強調是因為朝野卸商沒有共識 才讓發放時間必須延期 但如果真的是四月才發紅包 外界就戲稱 是不是根本變成清明禮金 好像他們都一直在拖 好像在騙什麼事的 過年最好 最適合的 怎麼要那個 我覺得政府晚一點發沒有關係 因為有發就好了 就請一下再發清明節 我覺得就錯過時機 我就乾脆不要發 民眾評價正反不一 但是清明禮金聽在可見名而立 似乎非常不識滋味 對於什麼清明禮金 我認為這樣的想標是不對的 大概四月中左右啦 不會剛好在清明禮金放心的 朝野之間意見已至 紅包一定要發 不過新春美意可能變成了晚春祝福 華人新聞成人張傑 張宇軒 劉偉成 台北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介紹 請客按讚 還好 請客 小鈴鐺